阿当最先得到的戒命之一是 他应该崇拜主 并且献上羊群中的 投生羊作为贡物 这项教仪的颁布 是为了提醒世人 耶稣基督会来到世上 并且最后会献上 他自己作为牺牲制 从那天起 到我们救主的时代为止 天父的儿女都被吩咐 要献祭 这项仪式一直持续到 救主的负责牺牲为止 救主在完成那项 牺牲的前一晚 制定了主晚餐的圣餐 来帮助我们纪念主 和主为全人类所作的负责 所以无论是在古代的 牺牲律法和圣餐 主都帮助我们 确定自己不会忘记祂的应许 也不会忘记祂要求我们要跟从祂 服从祂的旨意 亦会 祷于 各自乎地产 还请住 各自乎地产 然后 之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